1983年建國假日發市就開辦了 所以算到現在快要40年了 這是我們臺北市政府規劃一個場域 給中華發會原意文教基金會 融為建國假日發市的自治會 通力的合作 其實它的地點很好 旁邊就有大安森林公園 也有捷運站 所以這個交通上還算是方便 所以大概算一算 在統計上每個假週日 兩天下來大概會有三萬人來這裡放國 那這個地方有賣農產品賣花肺 還有浴室還有這個藝文產品 所以在台北市特別它是在市中心 所以它變成一個好像 這個下一次要用柳線的 這才知道光線還是比那個無線的安全 那這個類似一個都市的發源 算是一個特殊的景觀 那今天的主角是南投縣信義鄉的這個青梅 那這當然是一個在地的特產 台北市要作為台灣的櫥窗 那其實我們也分兩個方法 我們最近也拜訪這個各國駐台灣的使節 希望我們可以跟它合作 希望每個國家也把它的特色文化在台北展現 那同樣的你知道 我們也希望我們有時候走訪各地的縣市政府 也跟它講說 台北是一個最好的櫥窗 那如果有好的農產品 就好像在上個禮拜你知道 花蓮縣秀林鄉他們來 一些農特產品到台北來展售 事實上現在所謂的線上線下你知道 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你到一個地方看一看 那是櫥窗嘛 那有時候在上網看一下資料 那你覺得它好玩它就會到現場去參觀 就好像我們現在台北市有三大休閒農業廠 你知道 這個當然現在正在上演的就是 我們竹子湖的海魚記 那有時候我們在這裡擺一些賣海魚 讓你看一看你知道 其實真正的目的 希望你到陽明山直接去看海魚田 那到五月之後它有繡球化 其他像白石湖的草莓 還有茂峰的茶葉也是這種概念 所以慢慢的 我們台北市要成為整個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櫥窗 你知道 那我們這個建國發誓 你知道 更是整個台灣 所有這些農會的櫥窗 所以這算是櫥窗當中的櫥窗 你知道 那今天在這個辦局辦這個活動 當然是希望大家共襄盛局 買一些信義箱的青梅你知道 那我不知道等一下他們要做這個什麼釀青梅的活動 我也非常期待 我不知道它什麼東西 我來看看 對我來講也是生活體驗 好那我們就來釀青梅吧 好 謝謝 谢谢大家